- 大家好,我是謝建台教授,目前服務於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。 我的研究最主要就是聚焦在開發新的大氣質譜游離技術。 這個技術跟我們傳統的質譜游離方法最大的差別就是說, 這個技術它不需要做任何的樣品前處理,就可以進行分析。 所以它所需要的分析時間非常的短,傳統上我們大概是需要一到兩個小時來完成分析。 這個技術我們大概只需要十幾秒就可以完成一個分析。 大家想想看,當你的檢測只需要十幾秒的時候, 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技術應用在什麼樣的領域。 給大家舉幾個例子,第一個就是食品安全,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反毒。 接下來是我們的反口,甚至我們的急診醫療都可以使用到這個技術。 大氣質譜檢測技術基本上它就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。 第一個就是採樣,第二個就是分析,最後一個就是結果顯示。 整個流程大概只需要十幾秒鐘就可以完成。 那我們取樣呢,我們跟其他的分析方法不太一樣。 我們是使用探針取樣。 那我們會取這個葡萄上面的殘餘農藥。 那我們也會取這個物件上面的塑化劑。 來做這個例子給大家看,我們如何快速的取樣。 然後如何快速的來檢測這裡面所含有的這些有害的物質。 最主要的就是這個整個的分析流程大概就是在十幾秒內完成。 那這樣子的檢測它不需要做樣品的前處理,分析又很快速的話。 如果它能夠移動到現場那樣子的話,它的效率就更大。 它會防止阻磨性犯罪的這個程度就更大。 就像我們的警察的巡邏車一樣。 它就可以到各個現場裡面去做快速檢測。 在現場進行快速的檢測有什麼好處呢? 基本上當一個實案事件發生的時候,我們在現場進行檢測。 民眾看到一個分析結果,在很短時間內就呈現出來。 這樣子對於安定,他們的民心就會有非常大的幫忙。 這是大氣質譜變成移動式以後最大的一個好處。 臨時勢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